大家好,我是大胖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段对话 我个人当时看了后 直接肾上腺素飙升 感觉就好像是来到了 好一样 首先简单几句话 介绍一下背景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终于造出了环绕整个赤道的 超级粒子加速器 准备用这个加速器 来解开宇宙的终极奥秘 大一统模型 就在万事俱备后 准备重视启动的前一天晚上 整个加速器 突然直接消失了 原本属于加速器占据的地方 全部都变成了草坪 就在这群全球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们 一脸茫然的以为是在做梦的时候 走出来一人 是一名中年男子 穿着白衬衣和黑裤子 长着一张兼具亚洲人和欧洲人特点的脸 五官特别的专重 甚至专重的有点不现实 就像是某些公共标志上 表示人类的一个符号 打眼一看 就绝技不会有人认为这是地球人 而且他的行走方式很奇怪 两腿并龙 笔直的站着 鞋底紧贴着草地 真实的漂浮而来 一直到距离这群物理学家们 两三米处 他才停了下来 他说 你们好 我以这个外形出现 是为了我们之间能更好的交流 不管各位是否认可我的人类形象 我已经尽力了 这个人说话使用的是英语 话音如同面孔一样 极其的标准 但没有特点 你是谁 有人开始问到 他说 我是这个宇宙的排弦者 这里解释一下 意思就是说 他来自一个超级先进的地外文明 主要的工作就是防止宇宙中 出现一些特别危险的事情 以避免危机宇宙 及时的给排除掉 您和加速器的消失有关系吗 总工程师开口问道 他说 在昨天夜里 它被我蒸发了 你们计划中的事业 必须制止 作为补偿 我送给你们这些草 它们能在干旱的沙漠上 以很快的速度成长蔓延 他所说的这些草 指的就是替代加速器 原来位置的这些青草 立马又有人问道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说 这个加速器 如果真的以最大功率运行 能将粒子加速到 10的20次方 即电子伏特 这接近宇宙大爆炸的能量 可能会给我们的宇宙 带来灾难 紧接着又有人问道 什么灾难 他说 真空衰变 关于真空衰变的原理和内容 咱们不在这里细说 因为它不太关键 接下来的对话 就是让我看了 浑身发麻的对话 简直太经典了 一位物理学家问道 您的星球作为这个宇宙的大神级文明 你们是从何时开始注意到人类的呢 是普朗克时代吗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马克思普朗克是19世纪末期 20世纪初期大牛级别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和爱因斯坦 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大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基本解释了咱们目前所处的宏观宇宙规律 普朗克则是另一个极端 他是微观世界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大概意思呀 就是这个科学家问这个所谓的排弦者 你们的文明是不是从地球时间 18世纪末期才开始注意到地球文明呢 而排弦者摇了摇头 地球人又问道 那么是纽顿时代吗 纽顿时代大概指的是18世纪末 19世纪初左右 因为纽顿生于1643年 死于1727年 但是看排弦者的表情 好像也不是 地球人接着又问 总不可能远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吧 亚里士多德时代指的是公元前300多年那会儿 那时的中华大地还尚处在春秋战国时期 然而排弦者回答道 都不是 排弦者接着说 宇宙排弦系统的预行机制是这样的 它首先通过散布在宇宙中的大量传感器 监视着所有已经诞生生命的星球 每当发现这些星球之中 出现了有可能有能力产生 足以毁灭宇宙的能量级别的文明时 这些传感器就会发出警报 而像我这样的排弦者 在收到警报后 会清零这些星球 监视着整个星球上的文明进度 但是除非这些文明 真的要进行某些超级试验 会导致宇宙毁灭之前 我们是绝不会对你们进行任何干预的 有人又问道 放在地球的传感器是什么时候放置的 排弦者回答说 按照你们地球的地质学近年 是在古生代末期的石碳计 也就是说 早在三亿年前的石碳计 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巨虫时代 它们就已经开始 对地球进行了全方位监测 然后排弦者召唤出了地球的监测器 是一个黑色的正方形 约两米见方 正方形里面充满了深不见底的漆黑 就仿佛是现实被挖了一个洞 几秒钟后 黑色的空间中 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地球影像 慢慢地充满了整个正方形 镜头在各个大陆板块间移动 就像是一双警惕巡视的眼睛 排弦者说 你们现在看到的影像 是在更新式末期拍摄的 距今约37万年 就在这个时候 地球表面的影像停止了移动 展现的世界固定在了非洲大陆上 此时这个大陆正处于地球黑夜的一侧 显然是大陆上的某些东西 吸引了监视器的注意 随着焦距拉长 非洲大陆扑面而来 很快占据了整个画面 随着镜头继续拉近 一个雪原充满了整个画面 在这雪原上有几个醒目的黑点 很快可以看出这是几个人影 接着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些人的身形都有些驼背 寒冷的夜风吹起他们常常的披肩乱发 这里插一句 这个时期的中国大陆 还属于旧时期时代的初期 当时生活着的人类 就是大家熟悉的北京人 随着图像再次变黑 其中一个人扬起的面孔 充满了整个画面 在微弱的光线里 并不能看清这张面孔的全部细节 只能看出他的眉骨和颧骨很高 嘴唇又长又薄 随着镜头再一次拉近 一双深陷的眼睛充满了整个画面 黑暗中的眼球里面有一些银色的光芒 那是映在其中的变形的星空 突然图像定格 一声尖利的鸣叫声响起 排言者告诉人们 这是预警系统报警了 为什么会报警呢 总工程师十分不解的问 排言者说 这个原始人仰望星空的时间 超过了预警华直 表明他对宇宙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 符合报警条件 总工程师又问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前面刚说过 只有当有能力产生 毁灭宇宙级别的实验的文明出现时 预警系统才会报警 排言者看了看消失的粒子加速器说 你们不正是这样一个文明吗 这群物理学家们面面相去 一脸的茫然 大家注意 真正的高潮来了 排言者微笑的解释道 这很难理解吗 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 据它最终解开这个奥秘 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比如你们地球生命 用了四十多亿年的时间 才第一次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 但另一时刻 据你们建成这样赤道长度的粒子加速器 也只有不到四十万年的时间 而这一进程里面 最关键的加速器 只有不到五百年的时间 如果说那个原始人 对宇宙的几分钟凝视 是看到了一颗宝石 而其后你们所谓的整个人类文明 也不过是弯腰去拾它罢了 从那以后 我就来到了你们的世界 监视着你们的文明进程 就像是守护着一个玩火的孩子 周围被火光灾了的宇宙 使得孩子着迷 他不顾一切的把火越烧越旺 直到现在 宇宙已有被这火烧毁的危险 我才出现在这里 好 到此为止 后面的对话 我就不再继续表述 大家听完这段对话之后 什么感觉 反正我是最初看的五六遍 每一次看的时候 都对刘慈欣大神 佩服的五体投地 怎么可以把科幻 写得这么浪漫 当原始人类 抬头仰望星空的那一刻 距离咱们探索整个宇宙的终极奥秘 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虽然四十万年 对于咱们现在人类来说 还是太过遥远 可对于有着 一百三十八亿岁年龄的宇宙来说 这岂不就是一个眨眼的时间 说真的 现在录这期视频 重读这些对白 都还是会让我浑身发麻 太精彩了 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搜索刘慈欣的《招文道》 是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片科幻 内容无与伦比的精彩 在最后还会有一群科学家 为了探究终极奥秘 全部现身死亡 万分感谢您能看到片尾 这已经是队伍最大的鼓励 如果可以 还要烦请您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 闲来时 可以翻一翻前面的作品 感激不尽